历史上蒙古西征历来被人吹捧,特别是欧洲国家提起承吉思汗西征,既有恐惧感又夹杂着仇恨。但承吉思汗蒙古西征,并非有意而为,而是在战争推进过程中,不断形成,因此,也就有了历史上西征。追习战误入草原。 要说起蒙古这次战役,还得从承吉思汗的分封开始说起。 但是承吉思汗随后发动了对西夏、金昭和花辣紫摩的战争,对这三个政权的战争,承吉思汗耗费很多兵力与精力,术士作为主要参战力量,还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设立。 1220年秋天,哲别、苏布台从伊朗北部进入阿哲尔败战,也就是现在阿塞败江地区,蒙古铁骑逼近了阿哲尔败战的首府桃李寺,此地现在位于伊朗境内的东阿塞败江省大不离土。 阿哲尔败战的首领月,级别很有自知之明,他打不过蒙古人,赶紧派人向哲别等人献上金钱,生出求和。 然后蒙古军离去,不久蒙古军到了离海西岸的木干草原,现在,阿塞败江共和国阿拉斯河下游,住在此地准备过冬。 1222年,蒙古军再次攻入古尔使,并击败其守军,然后又在石湾作战,攻守府沙马哈,现在阿塞败江的舍马哈,并进攻达尔班,现在达格斯坦共和国杰尔本特,并越过太和岭,也就是高加索山,进入阿塑人和钦察人居住地区。 被迫而占奠定基础。蒙古人占领钦察草原后,其中有一部落首领铁滩逃往沃罗斯,并向他的岳父沃罗斯加里奇公,摩斯奇斯阿夫求救。 加里奇公出面,联合了基辅等几个南罗斯公国,组成了沃罗斯,钦察联军,准备把蒙古军赶出钦察草原。 蒙古军得知,罗斯王公要打钦察后,蒙古人本不想与罗斯交战,就派人向罗斯议和,但沃罗斯王公们,居然杀死了蒙古使者,并向蒙古军展开了猛烈进攻。 蒙古军队知道罗斯联军很强大,主动退走,但没想到,罗斯联军却紧追不舍。 阿里奇和之战,罗斯联军全部被奸,投降的王公全部被绞死,只有加里公带着他的残不逃跑了,此战使蒙古人开始了对沃罗斯的争拔开始,也是蒙古人挪以沃罗斯的开端。 阿里奇和之战,为后来拔都征服钦察化缘及沃罗斯人奠定很强的心理基础,因为蒙古人看到钦察人、罗斯人的弱点。 俄罗斯评价很亮。蒙古军队后来在钦察草原地区建立了钦察汉国,并统治俄罗斯200多年。 历史上对于蒙古人奴役俄罗斯的历史,俄罗斯并不在意,反而很认可蒙古人的统治。 对于蒙古人统治俄罗斯,只是在被奴役的200多年时间里,称为达达加索,但在俄罗斯摆脱蒙古人统治后,俄罗斯观点也变了,他们不仅不恨这段统治,反而大家赞赏蒙古人的统治。 到了现在,历史学家古敏廖夫认为,不存在达达加索之说,他认为,俄罗斯与蒙古的联合,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,立于不败之地。 还有一位学者克柳切夫斯基认为,俄罗斯的统一,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,为什么俄罗斯人欣然接受蒙古人的统治? 这就是俄罗斯人的聪明之处。俄罗斯虽然是斯拉夫人后裔,但在蒙古统治开始后,随着民族的融合深入,俄罗斯并不是纯正的斯拉夫人种了,斯科夫人种只是一种概念范围而已。 俄罗斯人已经融合大量蒙古人血液,而且蒙古人思维方式,生存法则也被俄罗斯人所继承,特别是上午精神,已经成为18世纪俄国崛起的一个因素。